大家好,我是刘易 洋葱炒鸡蛋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但是要想做好也有小技巧 到底是先炒鸡蛋还是先炒洋葱 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洋葱炒鸡蛋的家常做法 鲜香脆爽,营养美味 老少皆宜,下酒又下饭 做法非常的简单,您一定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洋葱一个 最好是用纸皮洋葱 把两头两尾切掉不要 再从中间切成两半 这时候切记不要直接切 要不然会非常的腊炎 准备半盆清水 把洋葱的切面朝下 先浸泡五分钟 这样切的时候就不会腊炎 记住这个小技巧 再准备少许的木耳 提前用温水浸泡一个小时 把根部一定要掐掉不要 要不然会影响口感 再撕成大小均匀的块 这样方便食用 放入木耳,丰富营养和口感 再慢慢的清洗干净 最好是清洗两到三遍 清洗干净后捞出挤干水分 接着准备正经的母鸡蛋四个 倒入水中清洗干净 鸡蛋在食用之前 建议大家一定要清洗干净 去除表面的细菌和鸡粪 这样吃着更健康 洋葱通过五分钟的浸泡 稍微清洗一下 然后捞出 浸泡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防止拉眼的同时 而且洋葱还不会氧化变色 接下来改刀 先切掉洋葱的根地不要 要不然会咬不动 而且洋葱还很不好分开 再把洋葱像这样慢慢的分开 最好是分两到三成 这个目的是让切出的洋葱块 大小更均匀 如果直接切外边比较大 里边的就显得非常的碎 再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像这样不管是切丝还是切块 切出来大小都非常的匀称 把没有分开的用手掰开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受热更均匀 全部切好后先装入盆中 再准备少许的青红辣椒 清洗干净 去地去脂 搭配颜色和增加清香的味道 青椒从中间破开 把里边残留的辣椒籽 一定得去掉不要 红辣椒少许也是切成块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准备少许的蒜子和生姜 把大蒜的根部一定得切掉 要不然会咬不动 再切成蒜片 生姜切成姜片 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下来把控干水分的鸡蛋 用左手打入盆中 放入少许的食盐调底味 料酒适量去形蒸香 用筷子向一个方向 用力的搅拌均匀 搅拌至鸡蛋冒泡 这样就可以了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先把锅烧干 烧至锅底发白冒烟 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先把锅润透 这样在炒鸡蛋的时候 就不会粘锅 油热后保持中火 倒入鸡蛋液 下锅后先静止五秒钟 让鸡蛋液稍微定型 再用勺子慢慢的推动 让鸡蛋液受热更均匀 切记不要来回不停的推动 那样炒出的鸡蛋会非常的碎 待鸡蛋液完全凝固后 再划成大小均匀的块儿 做这个菜建议大家把鸡蛋炒老一点 这样腥味小 而且炒的时候更容易吸附料汁的味道 吃着更香 盛出后放入盘中摊开 这样防止鸡蛋变黑 锅中再次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油热后先下入洋葱 便炒出香味 接着放入木耳 稍微翻炒几下 从锅边烹入10克的生抽酱油 提味提鲜 少许的料酒去心增香 而且还可以防止炒糊 接着下入姜蒜片 一起煸炒出香味 翻炒个五六秒钟 接着倒入青红椒块 翻炒均匀 翻炒出青香味后 放入少许的蚝油增加鲜味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的白糖 火味提鲜 稍微翻炒两下 倒入炒好的鸡蛋 这时候把火稍微开大一点 这样可以让鸡蛋在炒制过程中 能够很好的吸附料汁的味道 吃起来更香更入味 最后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炒出锅气炒出香味 炒至滋干亮油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洋葱炒鸡蛋 就像这样做 营养特别的丰富 而且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脆嫩入味的洋葱炒鸡蛋 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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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